大家好 糯米在很多朋友的日常生活中 多数都是被当作主食或者糕点来食用 糯米的吃法有很多种 今天给大家讲解一种 糯米非常简单又好吃的做法 首先将糯米在清水中浸泡3-4个小时左右 让糯米充分地吸收水分 糯米浸泡好以后捞出沥干水分 然后滴入几滴老抽给糯米上色 一斤左右的猪前腿肉去皮 喜欢吃油一点的可以用五花肉代替 猪皮如果不去掉的话 吃起来会特别影响口感 切下来的猪皮我们收集起来 可以拿来油炸或者做猪皮冻 猪皮切好以后我们将猪肉切成小块 新来的朋友记得点赞加订阅哦 这样既能浏览往期的视频 又能找到每天不一样的菜谱 猪肉切好以后我们放入绞肉机 用第二档的速度打15秒钟左右 时间不要打得太久了 太久的话肉末太细 吃起来会影响口感 如果想要吃起来口感更好一点的 可以亲手用刀来剁 搅碎好的肉末我们放入碗中 一小段的莲藕去皮 改刀切成薄片 如果能买到马蹄的话 马蹄的口感要比莲藕好的多 只是现在已经过了季节买不到马蹄了 切好片的莲藕我们把它剁细 剁好以后的莲藕丁我们放入肉末中 一小块姜拍扁放入碗中备用 丢入一段葱节淋入一点料酒 然后捏成葱姜汁 捏好的葱姜汁我们淋入肉末中 下面开始调味 一勺盐一点胡椒粉 也可以加入一点点白糖中和一下味道 然后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的肉末我们反复地摔打 直到肉末上劲 吃起来口感会更加劲道 一根胡萝卜去皮 然后切成小段 切好断的胡萝卜我们均匀地摆入碗中 下面开始捏小肉丸子 叠的丸子个头不要过大 个头太大的话蒸的时间比较长 会特别影响糯米的口感 捏好的肉丸子我们放入糯米中 滚上一圈 让肉丸子均匀地裹上糯米 做好以后的糯米肉丸子均匀地摆在胡萝卜段上 所有的团子都捏好以后起锅把水烧开 放入糯米肉团子盖上锅盖 中火蒸30分钟左右 30分钟后端出蒸好的糯米肉团子 撒上碧绿的葱花 这个团子既有糯米的清香 肉香味也很实俗 喜欢视频的可以收藏和转发 谢谢大家